鄧少鵝 ре 我個人明白 的說明所說的 應該會有一批 因為他在業任 或者是已公佈了憂的 一些司法的人 特首是委任的 一批是專門審理將來那個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其實這種做法不是說很特別的 其實我在去年 大家有可能記得 我提出應該要成為專門審理關於騷擾相關的案件 在英國也是普通法的案件 他們也是處理一些特別的案件的時候 也都變成專門審理 所以你看到當家其實都有很多的說法 說是否有專門審理 我認為一說明所講的 因為我自己都看 未曾看到他最後的字眼或者草案 但是昔明所講的 已經是一個中間的方案 這個中間方案就是用現有 即是在現有那個法官的編制 以及在一些退休 教育委員的法官 憲制裏面 去指定一批 他認為是適合審理這一類案件的司法的案件 在我自己的了解裏面 包括他委任各種 他自己都是會委任 他經常都說很希望 如果有機會他就會委任更多 他覺得他委任更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任何的地方到最後委任發揮的時候 都是由那個地方的最高的引導 那香港是還說很多次 可以幫到你了 那香港呢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有說說 特首接受了建議檢驗之後 就是說他將會經過我們的討論 他就會有警察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呢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一開始上來呢 特首去委任法官呢 就是不行的 我想這個呢 都有一些古來的寡文人 都熟悉在法輪界 由特首或者由總統去委任法官呢 其實是經常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的 第二點呢 我建議大家呢 去瞭解現在所謂的說明和港區國安法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呢 你會看到呢 在國家的層面呢 它是強調這個東西呢 是國家的法律 那國家的法律呢 它用的篇制呢 它的確呢 就不是我們從我們 在香港特區那個國安法官的看法 而是它看的呢 是全國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我見到呢 整個提交出來的草案呢 它算是一個中間的看法 它不是說完全 只是一個國家自己 一般的全國性法律 它是有考慮香港獨立的情況 因此它是保留給香港的特首 它可以呢 是委任這一批法官 我相信是一批並不是個別國安去去 指派一個法官去審的 這個呢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而是有一個Panels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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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是有些 尊重的 法官 但是它又沒有用過 尊重的法官 這個 這個名義 也都是沒有特定 說過之方關 很多人 但是 一對一 只可以是中國 只可以 沒有外國居留的法官 這個呢 這個呢 已經是在國家的層面 來說呢 是非常之特別 是 也都是呢 應該考慮到 特別行政區的那個情況 那 我覺得呢 大家再去看這個問題 不好口號化 不好呢 就為了 再挑撥一些政治的工科 或者 這件事呢 已經證不得 適得平凡 我就勸他們呢 就應該收手 不要用這些口號 去討論這個問題 應該是理智一點 還有呢 面向市民去解說的時候 要實事 投事 不要再就這樣說 一些 不說一些 那你將它 去 去 用一個偏見去說 只會令到呢 那個事情呢 是更加適得平凡 如果我呼籲到其他 中文考慮的時候呢 一定有經過研究 也都更加需要了解 內地立法的編制 還有這一次 大家都說得很清楚 它是一個全國式的立法 並不是香港自己立法會的立法 所以你要了解 國家自己的立法機制 才可以說 它又沒有 根據這個法文去做 如果不是呢 就是所有的統治法文呢 就引起很大的反省了 我就絕對不希望 我見到現在呢 大家已經是有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 中間的 有些中間的方案 如果它又繼續 是將它純粹正確化 那我就覺得 這是兩種方案 沒有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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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香港,我們也有我們的保守衛生權 但我們現在只要瞭解關於我們現在關於法國ён的法律 法國密法國不清楚 而法國密法會是政府法國的法律 they are passing the law 在中国,中国的席位有很多人在中国, 也就是一十四亿产兴议。 他们只是说那些比较好, 香港是比较好。 所以,从我的看法, 从我看到的解释表, 他们已经看起来的一种各种选择的状态。 也許他們沒有把某些政府的機會 並且他們沒有把某些政府的法律 提供這些事項目的法律 他們沒有把某些政府的法律 而與其他正常法的第一種 所以我想這個已經是很狂的 從過去的 Sü tiempo 這就是我的唯一 所以我所謂的評審 還有就是靠靠股 回通過世上去的 在法治法上产生的官方的法律 因此在特别的法律中 在这个法律中的法律中 是一种政策的公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生的法律是一種反應在過去的年代發生的影響 所以這就是我的觀點 大家記得我才知道 其實在這個司法庫有一個情形的 所以可以去任我法官 那其實很大的司法 但是我都說到那個任務車 所以我都可以去付錢 但是任務車的手指 自己的任務都可以結業法庫 我代表一個科科的方法就是 大家記住這一條 國家安全法制的香港 是一個香港的辦法 更加在國家的層面 他都說明是 國家利益貨幣 為了14億人民的安全貨幣 他就不會說只是為了香港 也只是循環香港的舉出法 這個都是我們看到 他為什麼要幫忙這個法案 所以這個法律本身 它有很多情況 我相信是完全不可能 始終出了香港自己的法案 所以我們不可以 證明我們香港的顯微主義 或者純粹就是 你要去制製的法案 那個時候 你香港要去制製的法案 其實我相信大家要看出 這個時候 要看回怎麼知道 可能已經是中間的 我就看到是一個中間的 暫時在委員法官的方法 提供便是有好多 purpose 有遞去的 謝謝 但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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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